继续来种花 这一次要种的就是这个千叶吊篮 大家看它这么小小一棵 就长了这么多叶子 这个叶子还非常的小 非常的可爱 可能这就是它叫这个千叶吊篮的一个原因 这个花它非常的好养 比较耐寒又比较的耐热 不容易得病长虫 一般是会把它挂起来 或者是吊起来养 它的这个枝叶这样存下来 非常的漂亮 还有就是如果因为它的枝条不是非常的软 所以它容易张牙舞爪 那个时候是最漂亮的 现在就去给它挑一个盆 这个千叶吊篮对花盆材质 没什么要求 什么样的盆都可以种 然后就是这个大小 大小就要看这个租形的大小来选择 小一点的就用小一点的盆来种 然后就是要看你是画起来 还是摆在那里一样还是吊起来一样 选的盆都不同 像我买了两颗一颗小的一颗大的 大家看这个区别太大了 这个小的看起来非常的有活力 非常的好看 然后这个大的非常的苍老 哎既然都买回来了 只能给它挑盆 这个的话小的我就打算把它吊起来一样 所以我就用这个口径18厘米的这个吊盆来种 应该会非常的漂亮 这一个比较苍老的呢 我就用这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挂土来种 但愿它能焕发新春 接下来就是配土 这个千叶吊篮对土卵的要求不高 盆栽的话这个透气排水性就要好 一般常用四份辅叶土加四份田园土 再加两份河沙配置来种 我就用自己配置的这个新风用土种 先在盆底加点土 哇 风太大 想买这个土的话 可以微信搜一搜立下园艺就可以找到 再把这个苗取出来 根系还是很发达的 四周加满土 稍微提一提 把边上摁紧 再加一提 再来给这一盆上盆 这一盆为什么看上去这么差 这么多黄叶 主要就是因为肯定很长时间没有给它换盆 缺营养导致的 你看这么多挤在一起 看这个根 这个根 这个黑的根全部都是老根枯死掉的 所以这种花上盆的话 稍微给这个根要修一下 再把这个枝叶也要稍微修剪一下 看这个花多久没有给它换盆了 你看这个枝条都已经直接就木质化了 感觉像一个树一样 可能他们经常在它的这个上面剪一些这个枝条去 签插这个签液掉了还是很好签插的 我还是把它们分出来吧 大家看这连中间这些全都是密密麻麻的根 哇 这怎么能长得好 终于掰出一块来了 把这个过长的根给它剪掉 还有像这种老雕的这个枝条 这个都枯死了 这样就剪好了 再把它种进去 四周加土 这样就种好了 再给它们浇透水 浇透水之后 再把它们搬去化苗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化苗 这一盆因为上盆的时候 没什么动到它的根 缓个两三天就可以 这一盆的话 把它的根都给分开来了 所以这一盆要缓一个星期左右 希望你去的时间